不是吧 这第六天魔王波寻 竟控制了佛族世家的心神 在短时间内 根本就让他动弹不得 就在刚刚 波寻的突然出现 让世家不知所措 在曾经的成佛路上 每一次的劫难 都有着眼前这个心魔的影子 就在这时 波寻突然出手 只在一瞬间 整个竞地场 全部笼罩在黑暗之中 此刻台下的观众 根本就不知道 场上发生了什么 而未来是早已失效的世家 竟也感受到了一丝的危机 就在这时 风声大作 来自地狱的吼叫声 也顿时似奇 只在瞬间 竟窜出了大量的地狱凶兽 很明显 这是要蚕食世家 而波寻 犹如冥界战神一般 冷漠的操控着场上的一切 而此刻 面对如此窘境的世家 竟发现自己必无可避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他手持六道棍 原地禅定 随着他的阵阵有此 在这片黑暗之中 一丝光芒 突然闪现而出 这正是世家的佛光普照 而佛光所到之处 所有的地狱凶兽 彻底的消散 连场上的黑暗 也是一扫耳光 这一幕给场上的观众 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他们都不由自主的 点起了高香 想要给予世家 无上的力量 可谁都想不到 此时的第六天魔王波寻 竟使出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招数 一招魔光万丈 这黑暗喷涌而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这佛魔共体 魔佛共生 这世家一路走来 他的黑暗面如影随形 随着自己的大境界提升 这第六天魔王 竟比他还要高兴 此时 波寻的实力与他 竟在伯仲之间 而这波寻 似乎也并没有打算 停止进攻 就在光明与黑暗 相互抗衡之时 波寻竟原地消失 他如同闪电一般 窜入世家的体内 世家大惊失色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动弹不得 原来在《降魔经》中 曾记载 这波寻 窜入过大木剑 连尊者的体内 试图控制他的意志 而此刻 他竟想故技重施 世家也是一地冷汗 流了下来 难道他就没有办法了吗 当然不是 只见世家开启 佛家六神通 在六道之力的加持下 他一跃而起 飞入天空 空中的他光芒万丈 如此的耀眼 突然 他的声音响彻 整个天空 痛みを受け取れ 神羅天聖